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IS Timepiece GDC4的小刚 那小刚想讲了 不论是什么等级 或是什么价位的这种名表 基本上每一年它的那个工价 它的售价都一直在涨 一直在起价 那尤其是谈到这种 目前也是潜水表也是大受欢迎的款式 那小刚现在就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几集这个潜水表的系列 那这影片开始 现在小刚先感谢一下这个K.O.Gilombo 或这个Mid Valley里面这一间AWG 这间名表店介绍刚拍摄 那在2023年还有哪一些潜水表 是在工价马币1万以下就可以入手到的呢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款豪力是ORIS的这个ARQUIS 那ORIS是在这个1904年就诞生的 那到目前为止 还是坚持只做机械表的这个名表的品牌 而且不做私营表 这也是ORIS这个品牌的一大特色 而且ORIS也是目前少数还是自己 单独加注公司一手精英的这个品牌之一 那来到2023年 ORIS ARQUIS这个系列 已经有非常多的款式了 那从这个in-house 自家研发的机型到这个通用SW Slita的这个机型都有 那价位也有高和低可以做选择 而且颜色和搭配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款式做选择 那非常适合作为一款这个初用的这个名表了 我们所谓这种热用初用的这种选择 当然如果你的预算是小刚的这个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了 马币1万以下呢小刚建议可以看一看我手上这一款 那尺寸有大到小 39多到40多的这个尺寸都可以做选择 那我虽然从侧边去欣赏ORIS的这个ARQUIS 那种凹凸和它这个螺丝的这个设计啊非常有机械的这个味道啊 陶瓷的表圈啊防水300米啊通通都有哦 那转过来被盖呢你看到这个我们 民间啊叫这个红底库啦 红带一网的这个机型哦 那就是SW Slita Base的这个通用机型哦 那日后保养维修都非常的方便哦 那唯一的缺点啊关于这支表我个人觉得就是它的表带啦 不能玩到太多的这个变化 因为毕竟还有凹凸的那个造型嘛这个表带 第二款就是RADO雷达哦 那相信喜欢表的这个朋友啊一定听过RADO 那尤其是从我们爷爷那一带啦就听到很多这个长辈嘛 说起这个 呃 雷达表啦 美发马啦 这个雷达表啦 梅花牌啦 好这几个品牌哦 这个库克船长哦 Captain Cook哦在这个品牌RADO当中哦 也是首支哦 通过这个潜水ISO6425国际认证的这个表款哦 并且当时尤识尼瓦克隆的运用 将Captain Cook的规格一举推上这个顶标哦 那Captain Cook库克船长的这个设计灵感来源 来自于这个60年前啊 雷达的这一种呃表款哦 所以你从正面去看哦 看他这个表圈哦 他是几乎是那种感觉就是盖过他这个表身的这个两侧这一种设计啊 非常有老表的这个特色哦 而且刚带到他的这个表扣的设计啊 完全充满了这个老表的味道哦 如果你不喜欢老表的味道 可能会觉得这种设计怪怪或不太喜欢 但如果你喜欢有复古味道又喜欢有故事和历史的这一种 呃潜水表款呢 这一款一定要看一看哦 机星也是啊品牌旗下Swatch啊 拥有的这个ETA专位雷达提供的这个机星哦 高规格高走时效率哦 绝对值得一看 怕要讲一讲第三款 当然少不了浪青啊 Longjin 可以说是基本名表传统大品牌里面的这个性价比之王啊 而且浪青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哦 非常的高哦 去到世界各地哦 没有人不认识 如果你喜欢这一种一眼就看懂的这一种名表 清明价位的品牌呢 绝对非Longjin 莫属 那这一款康卡斯啊 或是有些人叫深海征服者啊 就是这个Hydro Conquest 那也是目前最日门的这个潜水表之一哦 它有非常多的颜色搭配 而且从胶带到钢带啊 都是日门款哦 尺寸41啊 43啊都有哦 非常好做选择 而且民间哦 玩表的朋友哦 我还叫他为浪鬼哦 哇 你看 连自己专属的名字都有哦 那超大的这个6912 它这个夜光啊 我个人觉得啊 是非常的棒的 而且陶氏的表圈啊 妥妥的这个300米防水 这些也是做的非常的到位 而且基星也是 SWATS旗下专位浪青改的这个 ETA L888基星哦 动力可以高达72小时 三天的这个动力哦 如果要谈小缺点 也许就是这个 它的这支表啦 这个做工是比较粗糙的一点 那表扣的设计也感觉比较平淡 第四款是波尔 波的这个潜水表 型号为这个DM2280A哦 那它是一个 目前来讲这一款小缸影片手上 这一支哦 是一个限量版的这个表款哦 它是波尔是一个1891年诞生的这个品牌哦 在历史上面啊 在美国提供了很多这个计时器哦 和这个技术用在这个公用的这种火车工具上面哦 那也出过非常多值得收藏的这一种古董的怀表哦 那这一次我们要看的是这一款啊 新推出的这个限量的波尔的这个潜水表 那你玩的那个表圈的它这个旋转哦 是用两点钟方向的这个位置 它这个表冠哦 而且是可以前后双向旋转的哦 不过小刚我啊 试了玩我玩的时候啊 呃感觉就不怎么顺手啊 因为你要按要按下去然后再转的嘛 而且它有一点好像不太顺滑这样子啊 可能是我玩的不太习惯啊 呃不过呃比较有特色的是 但是内置的这个表圈是蓝宝石弧形的哦 哇看起来真的非常的高级哦 那当然少不了品牌呃 拨这个招牌的这种gast tube 这个穿气灯管的这个夜光 还有就是拨呃独家的这个抗震和防止的这个技术哦 通通都有用上哦 这一款是42mm的这个表格 一样也是高达300米的这个防水 看完了小刚这一集的影片之后呢 呃有那一款是你比较个人比较喜欢的 或是有什么表款 你个人也是比较推荐的呢 留言在下面让小刚知道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